这个叶子让它稍微干一干 今天呢还是画彩色的葡萄 紫色葡萄这一组啊 胭脂 鼠红 花青 二青 然后另一组是绿的 花青 藤黄 三绿 猪标 我现在用这一只毛笔啊 去调紫颜色的系列 先从这个花青和鼠红开始调起 这是随调随看啊 有些初学者老问说什么比例 这个如果那么去讲就太死板了 就是看效果 加一点二青 将是二青以后啊 画出来以后容易显得有一些霜 调绿颜色的系列 先调成草绿 然后再加上三绿 少加一点珠标 让它显得厚重一点啊 这个颜色调差不多了以后 加水 这水里有点墨没关系 这个国画颜色啊 有一点墨显得更沉稳 这只笔备用 我们先画这个葡萄 等一等叶子 凡是靠近画面中间的 这些呢应该是主题的部分 你比如说这一组和这一组 这应该是很重要的 好了 我从这开始 我加点水 它不就浅了 浅了以后 我笔尖 沾这个绿颜色 这比较浅啊 我再沾点绿 因为我沾的不多呀 刚才画这几笔 已经把绿 用在那上头了 我再沾绿 这是比较浅的啊 我再沾 再沾 根上不用了啊 不用补 画进去啊 我再接着画 半拉紫半拉绿啊 这笔一定要压下去 调紫颜色 再调点 这二青 我在这些地方啊 我再画深一点啊 画深一点 如果深的碰到深的了 我就可以稍微的留一点 但是要留一个高光 随画随调 这个方法我已经 跟同学们讲过了 不是一个颜色 一直画到底 都留一个高光 好 这点啊 是浓淡 对比比较明显 所以不必留白 我再往下画呢 可以画得稍微深一点了 深一点 那就动用 腌制了 好 我在尖上来一点绿啊 这个绿不太明显 等第二次再用 它就明显了 再用 比较明显了 我现在还拿这个深的颜色 去找 找这些啊 画得比较深 大家注意啊 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 葡萄啊 您当时湿的时候 看着 差不多 颜色挺深 干了以后就浅了 浓一点 等干了呢 是正合适 我现在啊 加胭脂 加化青 有人说 可以加点墨 我这盘子里有点墨 我加上点 再来一点 可以啊 加点墨 可以 浓浓的 这点是 最下面了 来几个 最浓的 坠住了 沉甸甸 把这该堵的 给它堵上 这儿啊 稍微来一点 让它有点层次 好 参差不齐 出来进去 这样就好了啊 这儿稍微平一点 平一点以后 加一个 哪怕出来 一小部分 下面呢 我再重新加水 你看啊 加水 调淡一点的紫颜色 然后呢 我再 肩上调点啊 肩上 在肩上 做文章啊 肩上加 这个地方啊 特别注意啊 给它空出来 空出来 这接的地方 这么接没关系啊 有长 必要有短 有同学可能有问题啊 就是老师这个 高光留在哪边合适啊 不要考虑这个 是留在哪边 这和细化的那个观念呢 它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个光源呢 在心里呢 怎么留都成 好 现在 嗯 勾筋啊 随时要注意啊 如果说不注意的话 它一干 就麻烦了 一干 勾完筋以后 浮在纸面上 浓一点 干一点啊 注意方向变化 点齐 注意方向啊 它都往外去 往外去 这里头适张地露出点 它的 小的果饼 下面我把这个 磨的这个笔啊 我蘸点水 再给它 搁在这 如果不蘸点水 一会儿它就干了 这是紫颜色系列 我现在 重新再调 加点水啊 因为开始画 刚才我跟您说过了 不要画最深的 加点绿颜色 头上来绿的 这笔呢 要压下去啊 压下去 出去 齐了 齐了 我们让它不齐 让它有变化 这些地方再 把这一串 给它加大 这串 注意方向啊 我又加水了 然后 加上来点绿啊 比刚才要浅 嗯 我绿想多一点 想多一点 再稍微再红一点 紫一点 我不是说了吗 随时再变啊 随时再变 几个葡萄粥啊 那好 让它精彩一点 我重新再调调 薯红 花青 二青 调的比较重 开始画 我可以先蘸点水都行 蘸点水 让它浅一点 让它浅一点 好 我再蘸点绿 这个小叶小枝 我让它小一些 现在动用了腌制了 胭脂和二青 调在一起 颜色这个就比较浓一些了 可以往下来一点 注意警惕 不能再拉长 拉长就糟了 我换笔 我用绿颜色这笔 比较浅 我少蘸一点淡紫色 根上是绿的 调点淡紫 笔要压下去 好 我现在不加淡紫了 我用纯的 绿颜色 加一点水 颜色比较浅 磨比较重 我现在呀 用这个绿颜色 稍微加一点花青 或者来点二青 脆 这个 很脆的葡萄 我再加点 主标 用刚才这只毛笔啊 刚才沾了水了 我让它吸一吸 吸吸完以后 我就可以化 不必把墨弄得特别深 因为它是次药的 也是不要全干以后再点 主药就是主药 次药就是次药 这是主药啊 比较明显的 那我们就墨色 给它加深 刚才这颜色也深 它离开了这个叶子 它就要露出一些小的径 这幅画呢 我准备是 在地上 再落几个啊 好 加点绿啊 绿颜色 看好了 搓开 再加绿 尖上 再加绿 好 就这样 不要太多 浓的墨啊 比刚才那都要浓 我手里边 要拿一个干净的纸 我把我们以前学的 再复习一下啊 这张画需要墨 好 画了这些以后 加水 调成淡墨 小鸡的画法 我们在第二讲 已经讲过了 如果有同志学习的比较晚呢 可以买个盘 光盘啊 蘸浓墨 这个小笔不要太大 也不要过于小啊 浓墨 有些脚啊 露不出来了 也就算了 把小机关子点上 在浓墨的这个底子上 点上这个珠砂色 这样特别突出 也很美啊 整个一幅画 就这点啊 它是 对比是最强烈的 这张画 大致的东西画完了 但是呢 呃 现在啊 有一个问题 有什么问题啊 这太靠中了 上面太靠中了 左右 比较平均 我们想办法 把它 拉一拉 怎么就拉一拉呢 我把中间的往那边拉一拉 或者是 把这边往这边拉 都可以 用淡墨 很淡的墨 接着画叶子啊 我往这边啊 画叶子 一看就是 次要的啊 次要部分 再画藤的时候 注意和它不要平行 我可以稍微 这么倾斜一下啊 然后咱们再加点葡萄 绿的 也不能太深 加点 竹标 尽量的 别让它 对齐 就行了啊 它比它 稍微低一点 都错了开了 不怕出现问题 一 怕看不出问题 二呢 就是说 我们出现问题 你得有 解决问题的办法 啊 点齐的时候 我不拿墨了 我拿颜色 这不是有花青 加点绿 比这个葡萄的颜色 稍微深一点 这颜色 就行了 前一点再啊 隐隐约约有点就完了啊 在一幅画上 千万要注意啊 不要形成一种 哪哪都清楚 啊 画任何一个葡萄的说 都是同样一个办法去画 那个满篇就乱了 啊 叶子也是这样 主体叶子啊 然后须叶子 糖也是 有主 有福 在边角上去做文章 让人感觉到上边 左边 有很多很多的糖 叶 以及葡萄 这点是后款处 把这一提上 这张画 大致就可以了 这张画面 这是丰硕 我们这三节课 重点给同学们介绍了葡萄的画法 在葡萄画法里面呢 就是葡萄珠 也就是果实的画法 这是比较难 希望大家呢 去灵活的去掌握它 如果表示您的一点心意 祝福别人 或者是呢 赞美别人 它的一生有很大的成就 这样的话呢 我们都可以画葡萄 希望大家喜欢 希望大家把它练好 好 今天的课 我们就讲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